农村的孩子跟大城市的孩子比最确的就是艺术环境 人家都能表演咱们的孩子俩关注的东西 静宁三中地处甘肃省东部静宁县城的城乡结合部 九城生源来自周边农村 曾是当地有名的薄弱学校 为了改变这一局面 静宁三中从十多年前开始尝试素质教育 帮助更多的孩子走出大山 2024年元日24至26日 成熙满月八门的孩子 属于国家圈新城新华项目的邀请 从上海参加新城之争 一月节继公益年轻活 欢迎来自北京和上海的音乐爱好友 一起同拍电后交流 谢谢大家 那我们今天的心善之声 中一年学的开仪式就正式开始 谢谢大家说的 我们今天除了四十个静宁三中的同学 还有我们来自于北京上海广州的同学 然后他们都是我们的这个公益新史 那在这三天两夜的过程当中呢 香港 我就在上海 但是我来自香港 二环路 北京那边房价应该特别贵吧 粗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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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实一直以为甘肃市场跟植树的地方 我们是甘肿 对 所以你说公益文文页面上面写着 你们是山区里的孩子 帮助山沟里的孩子走出山沟 谢谢 不知道是他要回答吗 虽然我们的粗不是特别穷 但也不是很有钱就是建这种管乐团 就是多退了很多 对 像你们这样的人就是赠助我们 才能买那些我们喜欢的乐器 那以前我们穿那个乐器都特别烂的 那个鼓都是祸的 希望我们会打那些没有乐器的 然后 一 从这再来一次 一 一 二 三 冲出来 这么进一线可能没有老师 真的没有老师 当然没有老师 老师是基本的 再来就请 而且要请最后的老师 还是 还想办法 发音 一个点 不停歇 第一个出来 没有一下把声音抓住 一 一 二 八 我们这种乐队 就是完全 是一种艺术教育 和文化教育一种结合 很多同学第一次出门 有没有出过甘肃省的 一个 两个 两个没出过省的 三个 四个五个六个 还有不少人 很多一部分同学 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活动 你们出去演出 一方面展示自己的演奏 更重要的是要展示 咱们西北孩子的激进状态 我希望你们有满满的说话 我希望你们有满满的说话 上海的那个板上嘛 哇 都传了灯火透明的那个形象 给我惊到了 对 戴班老师当时 林总先生跟我说 不要在公共场合 旁日无人大喊大叫 但我们下飞机之后 真的 大喊大叫 当时拳机场的能不能看 我们的眼神就是看正装 这些动物的原因 这很好看啊 对我们学校好看 你们学校有多好看啊 特好看 等我们以后 上大时候工作什么的 还能借起来你的话 我们可能就来了 好 接下来的邮程呢 就是欣赏我们的一些 钢琴三重奏的演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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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认识 一个是琴郎 一个是郎瓶的郎 一个是琴郎 上海就很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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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这个是真的豪华 第一剧院 他们又加一个演艺挺大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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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大楼是干什么的 还有那个尖尖吗 是什么 那个尖尖的注射器 好 好 好 真的不知道下次来这里的时候 就不知道什么时候 但是眼睛看过了 心里也想过了 就可以了 怎么可以吧 一二二 起来三 三十秒对音 好 好 好 你跟她说看什么 她没带菩 我也没带 你也没带啊 我也没有 你也是参加演奏是吧 对 菩萨前期熟悉了没有 没有发到 我是上海本地的 我是上海本地的 呃 一个时间非常非常久 咱们已经四五天 没有冬月起了 我们今天下午 因为我不要着急啊 我不是在排练 我让你找 也就是状态 没有 说一下 五天没冬月起 你这么小号 嘴皮都震动了 音都伤得了 将来回去 你们回回去啊 我最担心的就是 就是不震动 虽然是参加各种保重啊 身体就能透支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的行事慢 就讲条件 就讲理由 刚刚出现的 所以明天绝对不能出现啊 明天 好 什么 现在有一种感觉 我什么都不是的感觉 为什么 今天我是第一次和他们在那边喝 然后呢 总体的感觉还不错的 说的不好听一点就是 就是比我们学校的牌子都好 我这次这么放肆的吃 快餐 这是汉堡丸 我没吃过汉堡丸 我没吃过汉堡丸 不好吃啊 我喜欢吃这个 好有勇气啊 他是自学的 你知道吗 不吃不吃 只要是不吃过汉堡丸 我不是太多了 还是不吃过汉堡丸 不吃过汉堡丸 这边是不吃过汉堡丸 这边是不吃过汉堡丸 你这边排好队伍之后来这里 你这边排好队伍之后来这里 你能玩什么音乐吗? 我会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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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提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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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玩的什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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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酷 很酷 所以可能我们在几个年间会讨论 再来工作会会很酷 嗯 你明白吗? 是的 很酷 谢谢 很高兴见你 很高兴见你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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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好像最后的一句话是 希望你以后好像在这工作是吧? 可以吧? 我大概是这么理解的 我只听懂了Walking 等到下来更美 下午的时候带你书 好久 我也来了 嗯 有道理 我说考大学这个例价太贵了 我肯定不考里面 好吧 我这里有负担和统计 我应该考不上吧 我这个早 能考上更好 你老师想要看到 我俩才能做 我认为不辞 我就想要路 我应该把路 我们都没有人的 要做 但我也要呢 我现在要做 我英文 你别担心 我先做 我现在要做 我这都想要做 我现在吃油 你们的整个的状态 可能会把我们的整个行程都会影响到 整个一个是生产 还没有关注到尽数到尽数 所以吃完饭 全身心的脑子耳朵全部放到 等我们也走上 跟我听死没有 今天晚上你就走 没事 还可以再见 还可以再闹了 等到一会儿可以再联系 有电话号码再说 加快速度火爆 一个接一个上台要快 一个接一个上台要快 让我们掌声欢迎 来自近几分钟的晨曦管乐团 和工艺新史 一起为我们带来管乐合奏 请欣赏外向新的地平线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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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听到小号声音 小号声音 微转 小号声音 微转 估计还是没见过太大的 那个掩护场面 然后所以说 那更紧要的估计然后又肯定罚我女孩 谢谢 起码演完了每次都要出现点小问题也是好事情 回过头我一想我说他们只有十个月 但毕竟我们的孩子时间短 所以只要能坚持 这我觉得都不是个什么事情 就是我们八年级的时候 2019还是2018吧 那个是我第一次去上海 我觉得见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 不只是对音乐方面的帮助 就是真的会提高你对世界的 世界观会有一个提升整体的 其实在面对大城市的孩子们来说 我们可能是有点自卑的 刚开始的时候 但是后来我们也接触到这些东西 然后马导也带我们出去看 就算出去不了 然后他也会告诉我们外面到底长什么样子 然后一直对外面期待 然后我现在去大学 我并不觉得我比别人差 最开始我们校长 就现在何书记嘛 他订了那个 我们乐团名字叫陈希 刚订完我们都在骂 又老又土 但是后来慢慢就接受这个名字 也慢慢地就理解了 我们只是一个开始 这个开始代表着一个偏远山村 偏远小县城 代表着一个偏远小县城的 一种教育的希望吧 红色蓝洋洋派打在肩膀 蓝色天际云雨出门下 天气交键 天气交键 眺望向远方 新的坐标不断被点亮 下地方 desert 走开 我连提條件事都没出过呢 真的 出上海 这个很棒 特别棒 才速在影 手心有一束光 心里的衣服往小年房 没得坚定不过 确实是我人生中很没有的时刻吧 我想念一辈子的 在我觉得他们听到这个初衷目的 就是让我们的眼界更加宽阔 而不是局限在一个小县村里面 感情的肩膀 就不会去改变方向 手心有一束光 照亮我的理想 心脱之身奔放 点燃无限奔向 艺术正如生活那样 它是无穷无尽的 因此再也不可能有什么能使 我们认为L.B.本身就是 时代的海洋的音乐 更美好的东西 罗满罗满 透明 穿去的海洋的音乐 海洋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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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二一 就是开心 二年级 就感觉 打下生的那一刻 很开心 拍记录片 主要拍我们俩 记录片的名字是什么 叫什么名字